重點回顧一下 1.我是把網頁上面的原始碼放在這邊 其實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下面有 1.就是網址 把網址貼到哪裡 所以你其實這個貼 直接就貼這個位置 就貼這個東西 這個從哪邊來 其實就從上面這個網址 直接複製貼過來就好 OK 第二個就是Portex 就是PenLow PenLow的部分 記得從這邊按右鍵 先檢查一下 Step 1 Step 2 看到這個Network 點一下 Network有點像一個竊聽器 那你就記得 你要竊聽它 先讓它talk一下 按送出 這邊才會有run的結果 那你這個時候 再找到這個網址 後面的這個名稱 這個應該是類似一個執行程式 執行程式 它其實有一個程式 它可能 副檔名有可能是 點EXE 它把副檔名拿掉 也有可能是 點ASP 點JSP 點PHP 一堆 反正它就是一支程式 就對了 OK 然後呢 它背後傳遞什麼東西呢 實際上就是這個 有沒有 Petal裡面 就有這兩個參數 那你把這兩個參數呢 放到Postex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網頁裡面的表格資料 給抓下來 那再來最後一個 到底它是在這個網頁表格裡面的第幾個 另外還有一點喔 這邊 Network其實這邊還有一個清除 像剛剛同學剛剛有發生錯誤 這邊有一個清除 Network清除的話意思是說 我確定失敗 我要再確定你怎麼辦 沒關係 簽掉 下面這些東西 上面這邊有個清除 Clear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再按送出 它會自己再讓你跑一次 你再去找找看 這邊也會出現 Network 好啦 反正都差不多 剛開始會覺得很難 因為沒用過嘛 可是喔 一回生二回熟 慢慢其實你會覺得 這好像也沒什麼 對不對 你慢慢也變成 專業人士了 有沒有 為什麼人家都用這個環境在找一些線索 那你如果會用的話 你就很簡單 那你不會用的話 當然你就是出出個問題 OK 好 那最後一樣把它切回到Elements 有沒有 Network有點像竊聽喔 竊聽他們到底在講什麼 OK 那Network的話就是說 它傳回來給你的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 從那個主機端傳回來給你一個網頁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網頁裡面 到底有幾個表格 記得喔 表格標籤 開頭一定是小語符喔 我剛剛用的是 游標放在這邊 記得點它一下 點右邊一下 點一下喔 這個一定要 如果沒點好像它會跳 跳另外尋找 按下Ctrl F Ctrl F 主要它會跳出 中間這個東西喔 如果沒有跳出這個 表示你操作應該有問題 然後在這裡面的輸入什麼呢 輸入小於符號 Table就可以 OK 那當然喔 以後如果你要找別的標籤 一樣的方式 你就打一下那個 到底你的標籤名字 比如說你要找表單對不對 你就打個FORM 有沒有 它會跳出你這個 網頁裡面有幾個表單 或者你要找其他東西的特徵 都是根據這個方法 OK 然後你就找到之後的話 我一樣喔 下一個 下一個 有沒有 就找到第三個 就把資料填上去 那我資料都抓回來 大概是這樣而已啦 大概是這樣而已啦 OK喔 那程式不多 但是每個地方 對各位來說應該都蠻新鮮的 OK 都是挑戰啦 可是我覺得挑戰 也沒有不好 每天如果有一堆挑戰 你會覺得每天都好像會進步 就感覺不會一成不變 對不對 所以像我 我就是那種 一定要每天找一些挑戰 陪自己 雖然說你說 出去旅遊 感覺跟行軍一樣 那人生就這樣嘛 你如果沒有挑戰過 你沒有回憶 至少你去過了 OK 你就會 所以 要是真的去之後遇到熊 回來可以跟你們分享 怎麼辦 我後來知道 原來熊怕什麼 對不對 我被 好啦 現在不要碰到這種 OK 北海道 最近好像 好幾起都是 遇到熊 然後被熊 那個 就是死亡的案例 真的耶 新聞有報導 我看了就覺得可怕 因為他們地方比較大 就是 有一些 荒雕野外 完全不會有人的地方 蠻多的 但這是真的漂亮 因為 如果沒有人 就不會有破壞 不會有破壞的話 真的是 漂亮都不行 覺得 哇 真的 簡直是仙境一樣 你到那裡 簡直眼睛整個就打開了 OK 你說 其他地方沒打開嗎 其他打不開 因為你出處看到 你就不想打開了 有沒有 你就覺得 啊 這是什麼 對不對 但是你到一個地方 簡直 感覺值得了 哪怕只是待個一分鐘 你就覺得 哇 值得 OK 好 那第一個部分完成 第二個的話 我們再解決剛剛提到的 第二個問題 就是 因為每一次的資料量 如果假設都要不一樣的話 其實我們是可以下一個條件的 什麼條件呢 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這個下載的時候 有沒有 我們其實是可以變動 它的哪一天開始 有沒有 哪一天結束 但是我們變動的方式 是必須要自己到程式裡面修改 可是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寫一個方法 我只要增加兩個變數 一個X 一個Y 然後呢 請輸入開始時間 請輸入結束時間 然後把X跟Y 放到這兩個裡面的話 欸 那這樣不就可以隨時可以變動嗎 欸對 所以要怎麼做比較簡單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Input Box 我這邊其實雲端上也有 X跟Y的Input Box OK 因為這個蠻簡單的 所以我直接拿來貼 你們貼到第一行的位置 然後就是增加什麼 X 那Input Box呢 指的就跳出會有個對話方塊 會顯示請輸入查詢開始日期 冒號 OK 你就輸入 記得格式要正確喔 然後一個Y 並且把X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放的方式特別注意喔 因為它X剛好是在這一個字串的中間 OK 所以我們放的方式記得喔 還記得吧 串一個變數喔 先把你原來的字條選起來 雙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X 並且把M的前後加空白 那Y的話呢 因為剛好在 它這個資料剛好在 最右邊的 它右邊已經是一個結束的雙一號 所以不用串中間 怎麼串還記得吧 我們就把它Delete掉 移到雙一號外面 AND Y就可以了 然後呢 一樣的方式 AND前後加空白 好 串在右邊就OK了 不過我發現同學 這個地方始終是一個照門 OK 但是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 就慢慢就不是照門了 OK 我是覺得你剛開始 實在不能理解 你先背起來算 因為我發現 講到你懂 真的很難很難 但是你懂了就懂了 你不懂怎麼講 你還是不懂 OK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字串在中間 跟字串在右邊 是不同的 OK 所以這個差異在這裡 如果你暫時無法理解 請你背口訣算 有沒有 剛剛都用口訣方式 OK 所以我發現有些時候 真的 有些難理解的 先背起來再說 這招也蠻好用的 就像覺得有什麼法表 小學的時候老師 根本不會解釋 覺得有什麼法表 背起來 有沒有 長大 好用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有時候你算東西 欸 有背口訣法表 蠻快的 對 像你去美國結帳的時候 他們還用計算機 那邊算半天 你早就已經算好了 他還在那邊算 因為他 沒有背口訣法表 OK 那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執行看一下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如果我希望呢 我要查的日期是 20 23年的 斜線 記得1月1號 好了 Enter 記得格式不要打錯 跟他Check一下 因為這沒有房呆 2023年的 比如說 2月28號 沒有房呆 如果你打錯會出錯 OK 好好看 應該得到的結果 OK 應該會正確吧 看一下 Ctrl 向上 應該會已經出來了 對 OK 所以 Ctrl 向下多少 也只有32筆而已 所以呢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如果要動態的話 我們就加上一個Input Box OK 所以以後呢 假如你是要簡單輸入資料的話 那我是蠻推薦你沒有Input Box 大概輸入兩個 OK 如果你輸入更多 那我建議你用錶單 建立一個錶單 然後讓人家填很多個資料 就不要用Input Box 不然會一直跳 Input Box 這樣感覺好像那個介面會怪怪的 OK 好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的話就是說呢 那如果我要秀出這個美元的折線圖的話 那會有個問題 它好像抓 這邊應該是228對不對 可是到2月24它就停下來 就沒有了 欸不對啊 那我應該要讓它彈性的 所以首先我解決美元折線圖 我找到美元折線圖的那個程式 那剛剛有提到 美元折線圖裡面 最關鍵的地方應該就是 101 101 那這兩個數字 一定不能夠是固定的 因為如果你寫固定的話 那將來假設你的匯率範圍 有變動的話 欸那就會 可能太多也可能太少 所以要怎麼樣讓它動態的 嗯 所以喔 那我講過啦 其實關鍵的地方就是 用那個什麼 游標放在A1 有沒有 然後Ctrl向下 這個前面講的蠻多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只要會這一招 其實就很夠用 那除了Ctrl向下之外 其實Ctrl向右也蠻好用的 向右你也知道 它回來會告訴你 你最右邊是哪一欄 OK 所以這個蠻好用的 這個我覺得 當然你說有沒有別的方法 有 絕對有 其他書也有別的方法 可是我覺得這一招 我自己覺得 還蠻容易的 我幾乎都用這一招 但是別的書有用別的方法 那應該要鈴鐺別論了 如果你有發現更簡單更好用 也許你可以再告訴我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方法 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OK 其他寫法可能要寫蠻多東西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 如果要下下追蹤的話 怎麼做呢 可以在第一行的地方 增加一個變數叫R R等於什麼呢 向下追蹤 所以RANCH A1 我跟他講說 我的游標要放在A1儲存殼上面 然後要做什麼呢 我要向下追蹤 所以向下追蹤的話 這個可能最好背起來 點END END 有點像是Ctrl鍵按住 然後前刮弧 它會跳出上下左右 Ctrl向下的話是XL DOWN 然後刮弧 那我要取得什麼呢 我要取得Ctrl向下之後的列 所以你打個RU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等於就是你在A1的地方 按下Ctrl向下 所得到的那個列是哪一列 所以這個時候Ctrl向下 得到的應該是32 所以它會把32那個數字 直接幫我帶回來到R 32 帶到R 所以R就變32 當然以後如果有別的數字 它會不斷自己去變更 好 那再來一樣 如果我要把R放在哪裡呢 放在101 你們可能是別的 可能25之類 那一樣的方法 把R 放在一個字串當中 欸 方法跟剛剛一樣 有沒有 如果中間的話呢 雙號兩個 先把101選起來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E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R就可以了 然後把M的前後一樣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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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剛好101這個 它在最右邊 所以怎麼辦呢 delete 了之後 移到雙號的右邊 然後M的R就可以了 那一樣的道理喔 在M的前後加空白 OK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呢 將來這個範圍呢 那就會是變動的 這個蠻重要的 以後我建議各位 可以把這個當範圍 以後的話 就拿來 當成是 有沒有 你將來要練習 就是說呢 改動範圍的話 可以拿來參考 那 列喔 尤其是比藍還更重要 因為藍有時候 都蠻固定的 變動的機會比較大 OK 追蹤列 需求比較大 追蹤藍好像不見得 因為藍有時候 變動的機會不太多 因為藍數都固定了 比較少會變來變去 OK 好 所以最後完成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那假設說 我要 會是 我這樣 最後的話 我再跑一下那個 我剛剛的這個 所以我抓 20 22好了 比如說去年好了 去年假設我年初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 已經歷史低點 於是呢 我就說 美元可以買了 OK 然後我就跟 跟我的朋友講 說 可以買了 OK 而且我即將要大買 所以他還 叫我 不要買 因為他說 不要談 他說 沒有那麼好的事啦 還好我沒聽他的 我就真的買蠻多的 於是乎 我大概就是在 27點幾的時候買了 OK 然後 大概到 現在還放著 因為我定存 完美差 只要不要跌到27以下的話 我覺得應該我都不算賠 而且 光那個定存的 那個 3點多趴 我覺得就很OK了 但我不貪啦 因為其實我也不會去 其他的投資方式 其他的投資方式 風險其實都蠻大的 但是這個投資的風險 應該相對是低的 因為沒什麼風險 反正我只是看 十年的最高跟最低 我只要取得一個 如果 已經十年最低了 還能再低嗎 對不對 再低的話不得了 美國要崩盤 對不對 再高的話也不行了 對 所以其實 逢低買逢高賣 這個當然是鐵則嘛 這個沒有什麼話講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低大概是27點多 27點6 27點 大概這個時候 有沒有 年初的時候 大概到五月份的時候 有沒有 哇他已經飆到29了 後來我記得好像 這個資料為什麼他 他還沒有畫到後面 這個夠寬嗎 不對啊 我這個資料應該後面還有 我看一下彈錯相像 12月30 為什麼他沒有把這個圖畫到完整 我看一下 刪掉一下 按右鍵指定一下 難道 難道 sauce data 方針高 這個應該 如果不確定 設個中段點 看看 讓他run一下 好 然後F8 R應該是 247 然後 這個 位置應該不用 這一行應該不動 動應該是 sauce data 對 沒錯 沒錯 ok 所以理論上應該 這個圖應該要 有了 有了 這個已經到2022年的12月了 ok 只是因為吃東西太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去年的最高點 應該是在 32 32點幾 然後最低應該是 在27點幾 有沒有 那相差 哇 不知道相差 有沒有 如果你最低買 最高賣的話 那差了 5塊錢 5塊 5的話 大概就 快要20% 沒有20% 10幾% 15%以上 所以如果你假設 這個區間 一年 你的 這個 嗯 投資報酬率 應該超過15% 不過前提 你要把它賣掉 你才有辦法 這種獲利 如果你放到30 其實也蠻多 30大概也有個 差不多接近10%的獲利 像如果放到現在 應該有10%獲利 ok 加上你的定存 其實我覺得 也不如小補 ok 規律其實 大概是這樣 其他還有人民幣 等等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人民幣這邊也放 人民幣我沒有改 所以它其實 匯率就沒有那麼 ok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兩個重點 第一個 就是 把那個 剛剛的 匯率部分的日期 增加一個x跟y 第二個的話 就是 把那個折線圖 美元折線圖 增加一個r 試試看 車子 跟那個折線圖 也有很多 接著